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贝伦的突破 是造成了林哲杰的犯规 比赛的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 就是说 我让你能够把这个加击之后 传出来的球打进 还是辽队队这个关键 第二次给他胡锦球里边直接得分了 看这边 辽队队底脚的三分球再进 这球啊 郭艾伦的突破 哈德森同样的位置 三分球再出手 漂亮 辽队要求暂停 出头 哈德森绝对的空位 好球 要求暂停了 18比4了已经 两个防一个了 对 哈德森突破进来 左手的上篮 篮也不在家 对 好球啊 郭艾伦 好球 一会儿打完第一阶的时候 我们看看这个统计啊 这个快攻击哥分 辽队队是第一阶 拿了多少分 这个那球到篮下 好球又是胡锦球 防御转移这边孙明辉 在这次进攻 打得非常的带心 我觉得辽宁队这个球 广沙队的反击 赵延昊速度非常快 好球 广沙这边呢 在三分半钟那次调整以后 是打出了一波 十比零的高潮 刘被福德森掏掉了 进攻的转换 好球 好球 你打一波 我打一波 这边赵延昊又进来了 造成了巴斯的犯规 二加一 大家在看 巴斯走底线 在斜 个人能力强啊 二加一 太有 我就说嘛 一定要到他 但是现在内线 确实是硬实力不够啊 对 好球 实在是不行 和前两场相比的 今天就像王尔导所说 就是有点泄气 泄气 是没有办法了 强行出手 又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啊 哈德森 趁着手竿好 连续到第二季 三分球并重 分差呢 出来呢 看哈德森 好 拜佛 过来之后抛筒 好球 就是辽宁队现在呢 又是反击 又是反击 又是反击的机会 好球 休息12分钟 刘志轩那边啊 其实应该给到另外一侧 漂亮 对他来说 就是现在唯一要注意的 就是说对机会的选择 的问题 不是说你的轻功端 你是防不住了 对 你想把这个比分 尽快的缩小 防守的集体性 都在下降 对 那个球啊 篮板球掉到地上之后啊 就没有去占据这个优势 去收掉比赛 好球 福德森的突破 福德森这一点 福德森 福德森 TD给到篮下 好球 好球 正好给到古艾伦 只能去用一个超远距离 三分球来处理了 过来之后 广沙队的转换 好球 闯了一个蓝色 对 哦哦 红特森 这是个2加1啊 打成2加1 现在的状态 就和上一场不一样了 哈德森 新篮 给篮下 卡德森再补 漂亮 对啊 团队队这节比赛的犯规已经到5次了 李小旭 翻到篮下 好球 形成错位 福德森外线 3分9又进了 分差呢被广沙队缩小到了10分以内 就是现在啊对手有三个人来协行 把球拉到45度 等一下后面人跟 时间 3分40秒 郭艾伦突进来 左手 高抛 漂亮 关键的2分球 因为聊天队在第关键的时候 好球 郭艾伦在这段时间是连达6分 出来哈德森挡开 哈德森 给内线 好球 哈德森呢 连续两季 穿透对方防守的团球 福德森给他外线 看这球 刘征的3分球 但是现在如果辽宁队不犯错误的话 仍然能够把胜利留在自己的手中 对郭艾伦把时间耗光 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最终 辽宁队是104比100 在主场再胜浙江广沙 总决赛的总比分来到了3比0 辽宁队只差一步 将捧起队市第一座CBA的总冠军奖杯